郭文貴議員 請林秘書長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委員42人已出法定人數 報告全院委員會現在開會進行討論事項 總統知提名楊惠卿、蔡忠貞、謝民楊、呂太郎等四位為司法院大法官知請同意案 本案經第七會起第一次臨時會議決定 6月25日及6月26日進行全院委員會審查 願以本次會議提出審查 報告全院委員會今天上午審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楊惠卿之資格等相關事項 黨團詢問順序依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之順序進行 並採疾問疾答方式 得採聯合詢問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各黨團分配尋打時間為民進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各為一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為三十分鐘 在進行詢問前先請被提名人楊惠卿女士說明時間為十分鐘 現在請楊被提名人會親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 今天能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身份 前來國會殿堂向各位做說明並且備詢 個人感到非常榮幸 為增進各位對我的認識 關於個人的學習歷程及專業表現 除了在資狀外 我在此再做一個簡要的補充 並且就時代力量黨團及民間團體詢問的問題做一些惡要的回應 敬請各位指教 我出生在高雄市 從幼稚園到高中都在高雄市就學 學校也都在住家附近 直到考上政治大學法律系才離開高雄 開始我在台北市的大學跟研究所的生涯 我念法律系其實是電腦的安排 但是因為在高雄第三年級的暑假 讀了一些關於介紹案例的法律常識的一些書籍 所以對就讀法律系這件事情 我心中也是有所期待 而這個法律學習之路一路走來 除了對個案的分析及法律的適用 產生濃厚的興趣跟學習的成就感之外 也更感受到我們的社會應各方面的快速變遷 法律與法律人在其中的重要性 我擔任法官的工作 先後辦理過刑事、少年、民事、財務 跟行政訴訟的審判事務 其中行政訴訟的部分 是在民國89年7月1號 行政訴訟改制為二級二審的時候 就擔任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 先後從事行政訴訟事實審及法律審的審判工作 那迄今將近19年 因為審理案件是我工作的全部 也佔了我平日生活絕大多數的時間 所以除了在字傳中已經提出了數則判決 表達我的審判理念之外 那以下就就我出任法官時所辦理的一件刑事案件 還有我在行政訴訟事實審及法律審所承辦的案件 各一件來說明我處理案件的態度 出任法官的時候我是擔任刑事的審判事務 那刑事是要判人罪行 所以法官在審理案件的時候 心理的壓力本來就比較大 那加上當時受配的案件數量很多 所以未決案件的數字更是心中的加壓器 那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當時曾受理一件違反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的案件 那這案件的事實是有兩位被告被查獲 在家中的客廳的展示櫥窗 陳列的玩具手槍具有殺傷力 而被起訴違法持有槍械 那這個案子因為持有的事實很明確 而且玩具手槍具有殺傷力 這個事情又被鑑定在案 所以我在越南見證後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很快結案的小案子 但是在開庭之後 兩位被告雖然還是在辯稱說 這個玩具是在日本玩具展購入的玩具手槍 那他並不知道有殺傷力 但是他也是只是請求判處緩刑 但是其中一位被告辯護人 他就一直請求法院要載為玩具手槍 是否具殺傷力的鑑定 那當時本來是對這個案子是不是要審結 也真的很有掙扎 但是調查之後 我認為說調查事實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還是打敗了我想趕快結案的一個心理 那事後也當庭開宴的玩具手槍 並且調查相關購入通關查獲等等證據之後 那最後認為說 僅僅能夠讓後子版表面有凹痕的玩具手槍 雖然基於殺傷力鑑定的專業性 沒有再送其他機關鑑定 但是仍然認為說被告對殺傷力的認知 沒有到故意的一個程度 但是因為這個案子 這個罪並不法及過失 而做了無罪的預知 那這案子最後也獲得一個確定 那這案子能讓出任法官的我深刻體會到 案無大小 一定要深入去多方思考調查 絕對不要因為結案的壓力而輕忽個案中的細節 而這項理念一直深植我心 並且隨時的提醒我 那尤其社會現象越來越區多元複雜 那個案的事實更是常常涉及了民事 行事及行政等法律關係的交錯 那如何增長自己審理能力的廣度跟深度 以便能適切的處理個案 更是我成為我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另外要提出說明的案子呢 是我在行政訴訟事實審時所承辦的一件 關於綜合所得稅 撫養親屬免稅兒的案件 那這個個案呢 是原告他獵報了五位子子子子女的 撫養親屬免稅兒 遭到國稅局剔除而產生了一個爭議 那這案件呢 從外型來看 其實是屬於當時常常見到的 就是獵報多名撫養親屬免稅兒 來降低課稅所得的一種大宗典型案例 那這類的典型案例呢 一般都是以父母具有優先撫養義務 而且具有撫養能力 然後認為說獵報者 縱然有提供金錢 也是屬於遲匯的協助 並不符合免稅兒的獵報要件 但是在這個個案的審理過程呢 我發現這個案子的狀況 其實跟典型的案例是有不同的 這五位被獵報的子子子子女呢 其實是原告弟弟的子女 那原告是長姐未婚 且與寡母還有兩位弟弟弟媳 還有這五位的子子子子女同住 那這其中的一位弟弟呢 還是一位智障 三十幾年都沒有工作收入 那原告的工作所得 也都是拿回家來維持家中的生活 所以最後裁判的時候呢 是分別個案中五位被獵報者不同的背景事實 那確實屬於盡撫養義務 而不是辭會協助的這部分準期獵報 讓這個個案能夠符合量人課稅原則 那我也不因為說它是一種 具有大宗典型案例的外觀 那輕忽掉個案的正義 而且在這個個案的處理上面呢 我也就原來的課稅處分 其中違法的部分做了一個完整的撤銷預支 以避免發生一般所稱的萬年稅檔這樣一個情況 另外在法律審的部分 我則是舉一件關於教育人員 因為猥褻學童遭到免職的一個案件 那這件所發生的法律爭執是 這位教育人員 他的第一次免職處分 因為有程序上的違法 遭到撤銷確定後 那行政機關從作相同的結論的一個 第二次免職處分 那這個第二次免職處分 可不可以溯及到第一次免職處分的時候 發生免職的效力 那在審判當時呢 因為思考到為了避免當事人 利用兩次免職處分之間的空窗期 做退休等等立即的規避安排 而此這個處分的一個規制效力發生漏洞 所以在個案裁判就透過行政處分效力的這樣一個解釋 那肯認了第二次免職處分 可以溯及第一次免職處分做成時發生效力 那這個結論呢 我認為不僅僅符合個案裁判對公平正義的一個追求 也讓處分效力的實務運作多了一個思考的面向 那這個判決是在95年間做成的 那耳後的公務人員退休法或公務人員退休之前撫去法 都有類似目的的這樣一個規定 那以下呢 則是針對黨團還有民間團體所提出若干問題的一個回應 那首先呢 是關於新公佈的憲法訴訟法中 關於引進財探憲法審查制度 那我認為這個基於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 所以這項心智呢因為具有更彰顯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功能 所以我認為應該予以肯定 另外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是憲法的終極目的 所以我認為關於人權的事項 並不以以公投方式來予以妨害 另外有關國家安全等等民主防衛的法制化 跟憲法所保障的言論集會解釋或者新聞自由間 如果產生了基本權的衝突 那我認為應該由個案透過比例原則 予以衡量 尤其應該關注利益衡量原則中的公私益衡量 而法律之婦女保障名額制度 我認為應該是考量整體社會環境 為了實現實質平等而作為 那應該要肯定它的核線性 另外關於修正憲法 我認為應該是屬於民意而定的一個政治議題 至於修憲的程序 憲法徵修條文第十二條定有明文 另外關於國民參與審判 因為具有進一步保障人民憲法上權利的意涵 所以我認為透過法律明文 使國民法官參與過程 具有獨立及司法程序的意義 那憲法第八十條 應該不成為國民法官制度的障礙 至於制度上應該採取參審陪審 或其他則屬於立法政策 應尊重大院的決定 那其他關於是否違憲的一些問題 那因為這些問題呢 是必將成為形成憲法解釋的個案 那我個人若能夠通過大院的同意權的行使 那自當於審理具體個案的時候 多方考量嚴謹面對 我認為大法官是信法的守護者 是人權的捍衛者 謝謝楊被提兵人 那麼我們現在進行委員巡答 首先我們請周辰